社交平台 作曲 社交平台 作曲 作词 作词 作曲 作曲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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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作曲 作词 作曲 作曲 作词 作曲 作词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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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曲 明月总会映却 路条总会有蜿蜒 我甘愿 去复原 不畏 披心待悦 字眼难眠 雨风雪 那火焰 忍不灭 因为挂浅 突然下围开花蕊 命运荒谬我 笑声依然清脆 心结可以牵牵 心酸可以牵牵 我愿完整我香烟 将所有纷乱的过言凝演 偷看成幸福的续片 情景可以牵牵 心境可以牵牵 情深反而要搁结 惨不透手心里缠绵的血 至少能玩耳也笑 念对 听见开放手心里缠绵的灵 还有лан银行 极定的灵 一言通着东西 他未经常见到 我买到大小的灵 有办法 有办法 未经常见到 你才会供风 兴许 那老奴有另外一件事情禀报 您让我安排田太医的差事 我安排他调至军营 兼任军医可好 不 不够远 把他调远一点 别再让我看见他 那老奴把他调至药田耕种吧 杰帅您从来没有去过药田 这样的话 应该见不到田太医 那就这样吧 禀报结算 丁太医求见 儿子 儿子 姨母 这是宁儿亲手做的红豆糕 您尝尝 哎呀 宁儿 你这手艺精进了不少啊 谢姨母夸奖 你说说 在这偌大的继府 要是没有你陪我的话 我得有多寂寞呀 姨母 您别这么说 宁儿觉得能陪在您的身边 才是宁儿最大的福气 我真不知道横儿在想什么呢 我跟她说过好几回了 像你这么好的姑娘 不如直接娶进门德了 可是我不管怎么说 她都不肯答应 姨母 别再说了 宁儿觉得像现在这样 陪在您和表哥的身边 长长久久的 其实也挺好的 宁儿觉得像现在这样 陪在您和表哥的身边 宁儿也认为啊 这是什么时候 没有想什么 我是不是一样 没有想到 我哪儿都在前后 我一样 我是不停 是 你 享受 你 我的 est 我 老哥 镇屋再怎么繁忙 还是身体重要 嗯 宁儿说得对 还是宁儿心心 你一进来就看出你身体欠家了 姨母 还害羞了 恒儿啊 你年岁也不小了 该成个家了 如果多一个人在你身边照顾你 我也更放心哪 儿子知道了 嗯 知道了就好 儿子 扶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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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带走来 永远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说天气 你当里在想什么呢 想 我想什么都没有用 我现在就想好好工作 有朝一日 我能离开这儿 重回祭福 想得美 天气做命伶俐 我还能被困在这儿了吗 就算我如今收到冷关被打入此处不能回到杰帅身边 我也不能这样灰心 得领想办法重新崛起才有复仇的机会 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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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太医被调离了杰帅身边 听说还是被贬去药田栽种药材 是 是因为什么原因啊 这个 还没有查到 为了防止结外生枝 我现在不方便露面 你去派人盯紧了 有什么事 即刻回报 是 主下立刻去办 小齐 你再等等 我一定接你回来 师父 你去哪儿了啊 干嘛大家小怪的 那 这不是你前两天研制的那个什么美颜配方吗 是啊 我看你那药匠子里面还有一点 所以我就拿过来试一试 那今天呢 这太阳实在是太多了 把你的晒晕了 所以呢 我也不过谁 呼呼呼 要不然 我回到府里 怎么去见我 见我的杰帅呀 呵呵呵 你的这个印尼航啊 这涂上去以后还挺舒服的 哎 我有一个办法 嗯 你信不信 就你这东西啊 拿到城里面 卖给那些爱美的女孩子 咱们一定会赚很多钱 你现在 你现在还想着赚钱啊 我现在只想怎么才能会祭福 我 就算回不了杰帅身边 至少也得离祭夫人跟陈乌庸近一点 才能查出当年之事 我问你 你现在怎么回祭福啊 我 你连打听祭福的赏钱都付不起 咱们现在最重要的 是应该多赚一点钱 咱们 水飞法 水飞法 哇 哇 爹爹 这就是你所说的水飞法吗 对啊 这水飞法呀 讲究的就是 加水研磨 反复滤曲 经过层层的过滤 方可形成这细腻的泥浆 用上这稀有的石胆 形成的泥浆 有洁净和润泽肌肤的功效 待会儿爹爹做好了 咱们一起给你娘送过去 好吗 爹爹 爹爹也可以用吗 爹爹想变得跟母亲一样漂亮 当然可以了 是 原来你这个玉泥法 是水飞法的配方啊 好奇妙啊 你怎么会懂这些啊 都是一些长辈教我的 长辈 不对啊 以前我怎么没有听你说过 你们家里还有懂这些配方的长辈 也没什么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们从明天就开始吧 好啊 明天我们两个 就一起去搜那个 石胆 你放心 有我在 你跟师傅两个人 咱们俩一起联合 绝对没问题 好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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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帅 夜深了 您准备就寝吧 不用了 您要是累了 您可以先回去休息 今日我就待在这儿 批月公文了 杰帅 不行啊 自从田太医被调离之后 您没有一天睡过好觉 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呢 我没事 杰帅 老奴不知田太医是因何事惹您生气 但是您的不眠之障 非田太医一致不可 老奴斗胆 求杰帅原谅田太医 把他调回您的身边吧 我这么做 有我自己的原因 沈岳怀 你不觉得田七这个人 嘴上说得好听 可总有让人看不透的地方啊 这 老奴不知 罢了 田七的 近来可好 老奴 田太医本来就不上劳作 再加上这种药田 本来就不是什么轻松的活 这天一天比一天热了 听说 今天 田太医在劳作的时候 中了暑气昏倒了 他可有大碍 杰帅放心 并无大碍 是 那就好 行了 你先退下吧 是 我 这么多了 所以 我 我 很多 我 很多 很多 多 我 淳儿 义父 这次叫义父前来是想知道 祭父有何意等 我们好做下一步的打算 季恒因即争与府里太医田七的关系 拿孙父开刀 惹怒了孙大人 可不知为何 又将田七驱离身边 季恒得罪孙大人一事 我们可以利不利 还有就是 孙大人现在急着向季恒报复 应该需要帮手 那我们就送他一份大礼 作为拉拢之用 什么大礼 田七姓 义父这份大礼 贴心 怎么办 张海 章儿 章儿 是你吗 章儿 天青 章儿 表哥 你没事吧 宁儿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听闻表哥常年夜不能寐 这段日子 都是田太医在旁 遥善俯事 表哥才能安寝 现在田太医离开祭府了 我想代替田太医来侍否 放肆 谁允许你这么做了 表哥请息怒 都是你儿的错 表哥你别生气 出去 我不需要任何人服侍 出去 表哥 我来不做了 你还要安心 你给我把你带来 来吧 我来不做了 银子 我来不做的 我来不做了 你家人都没有做了 我来不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了 怎么那么不开心啊 别提了 不是 我昨天不是让你去侍奉横表弟了吗 怎么样 有没有让他感觉到你对他的贴心啊 我不想说 不是 你该不会临阵脱逃了吧 我是让你多去关心他 让他知道你永远都陪在他身边 你怎么就不理解当哥哥对你的良苦用心呢你 哥 问题是表哥他根本就不屑于我对他的爱 什么意思 昨夜他一见到我竟然把我认成了田太医 然后还发了很大的火把我赶出去了 田太医 不 这怎么可能呢 你 你看 原来在表哥心里 我竟然都没有田太医 没有他的兄弟意气重要 想想也可气 你说那个田七 每天都跟着表哥 害得我都没有机会接近他 你说 他要是回来了 那我真的是想凑近表哥也凑不上去了 妹妹啊 你先别担心 这样 你听我的 继续对横表弟好 至于那个暗眼的田七 我会帮你出棋 保证让他回不来 你打算这么做 他现在不再计辅我 要想除去他 眼下是最后的时机 他 杰帅 您打喷嚏是不是着凉了 要不要把田太医给请来呀 不用 打喷嚏就是着凉了 好好好 对了 小帅 这民间呢 有一种说法 说一想二骂三招两 您刚才呢 就打了一个喷嚏 这说不定 有一个人正在想您呢 说不定 那个人呢 闭嘴 来 丁静 你看怎么样 可以 可以 好 安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没好啊 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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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感受一下 我说 你这水饭没问题啊 没问题啊 怎么样啊 感觉 怎么了 怎么了 好舒服 怎么样 怎么样 咚 好棒啊 有没有弹性 有 是不是吹台可破 是 这年头 太医想赚个钱可真不容易 你说 我这一瓶都外不出去 我连本都回不来 小金宗啊 小金宗 你什么时候才能变成大金宗呢 也不知道 小金宗的主人 现在在干嘛 他没了我 是不是吃不好 也睡不好呀 我管他了 他爱干嘛干嘛 他最好 天天晚上做噩梦 然后被噩梦吓死 走一走 瞧一瞧 快来看啊 美容圣品玉泥坊 一塌古色天香 二塌花容于梦 先先看一看 姐姐爱哥哥 哥哥 要不要猜猜 要不要买个做姑娘啊 哥哥姐姐 你们看一看嘛 我来看一看嘛 好好用啊 我这是在干嘛呢 我不是说希望他做噩梦吗 我不应该给他做争动 我不应该给他做争动 不该 不该 谁啊 是我 你盛爷爷 开门吧 盛总管 盛爷爷 你这个眼睛怎么这么黑呀 你几天没休息了 快进来快进来 啊 好啊 盛爷爷您怎么了 别麻烦了 田太医 我就是来找你救命的 哎呀 救命 杰帅怎么了 受伤了还是生病了 不是他 是我 自打你走了以后 这杰帅天天没办法睡个好觉 他睡不好觉 弄得我们这底下的人 跟着伺候的人 也无法安睡啊 你看看我现在 这这这神色 我要是再有几天哪 估计你就见不到 你圣爷爷了 天气啊 你跟圣爷爷讲讲 你到底是怎么得罪结帅了 你说出来啊 咱们好商议商议 我回去劝劝杰帅 让他消消气 把你弄回他身边去 圣爷爷 杰帅 他喜怒难辨呢 我也不知道这次 到底是什么原因 对了 这个药枕是我缝制的 您带回去 应该能帮上忙 好好好 小帅 这药枕是田太医亲手防治的 让老奴转交给您 交给我时 他还跟我说了一些话 他说了什么 他说 杰帅夜里翻来覆去 无法安眠 这药枕有安神的功效 而且我往里面放了 他最喜欢的枝子花香 盛总管 您要是不放心 怕有问题 可以拿回去检查 对了 对了 千万别问杰帅说是我做的 我怕他现在还讨厌我 一气之下 就不用这针灯了 他现在 过得可好 想必杰帅已经听说了 田太医 第一天下地劳作的时候 就中了暑气 晕倒了 田太医的身子 不比其他男儿那般强健 这中着暑气未消 又日夜劳作 迟早会生大病的 今日老奴一见 这田太医又消瘦了许多 好惨哪 真的好惨哪 爸 爸 去看看吧 是 来 来啊 来啊 看看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神奇宝座玉泥法 美肤敬炎 像这种天仙般的容貌 这有啥 来啊 这 来来看看 来啊 来来看看 快看 我们不要错过了 这 这这这什么情况啊这是 你的意义法 美肤敬炎 不敬炎 来来 瞧一瞧 美肤敬炎 快瞧一瞧 我跟你们说 错过了今天 可就要等十天半个月了 快来看一看吧 来来来来 快来快来 美肤敬炎 这真的有那么神 哎呀 我们这神奇的绿绒糕 要骗也只会骗走你们的心 才舍不得骗走你们的钱呢 你们要不信 我试试给你们看 来 你看 我跟你说 它不仅能美白 它摸上去还晶莹剃头滑溜溜 不信 你们试试 真的呀 滑不溜溜的 只能放滑细致 好像在摸婴儿脸蛋呢 哎 是不是 是不是 我跟你们讲 这个芋绒糕啊 质地相当的细腻 像什么样 就像蜂蜜一样 这像蜂蜜一样细腻 你们想一想 抹到你们手上 现在就已经这个样子了 如果抹到你们脸蛋上 那是什么样的效果 就是啊 说不定啊 这百里开外的小公子 都架着轿子来娶你们了 又厉害了 哎呀 就剩这么几罐了 就剩五罐了 就剩五罐了 我要我要我要 我要我要 我来听起来 好香啊 香吧 真的不错 是谁跟我说 自从天气来了这儿 就过得十分不快乐 十分艰辛 十分想念继父的生活 啊 这 九帅 这 这 这老龙 我也是听说的 我也没声响 田太医竟然这么适应了 哎 功夫不复有些人哪 哈哈 特别好 今天呢 我们全卖光了啊 现在我们分钱了 好 哎 看一下啊 嗯 这个呢 是你的 这个 是我的 这个是你的 这是我的 等等等等 怎么了 你当我是五岁小孩啊 你这是五分吗 我来分 哎 怎么跟师父说的 我 你师父找这个食杂 多辛苦啊 手都已经磨出泡来了 再说了 我是你师父 我多分点怎么了 天经地义的事情嘛 等等等会 那要按你这么说 那水飞法和韵泥法 还是我祖传的呢 那 哦 我想起来了 还有我长辈的分 那算我长辈一分 我一分 我长辈一分 你一分 我一分 我长辈一分 你长辈 行行行 五五分行了吗 啊 本来就是五五分 哎 这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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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 这是你的 哎 哎 哎 我说千儿 嗯 你这平白无故的 就被杰社赶出来了 你一点都不记恨他吗 我 我记恨他干嘛呀 我更记恨我自己 为什么呀 我就想我为什么这么傻 一无反顾的把他当我朋友了 我这么低微 他那么高高在上 我怎么就把他当作我真心的朋友了呢 你说我能不怪我自己吗 姐 姐帅 嗯 以后关于他的事 不要向我汇报了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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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玉绒糕 我还真没见过 还挺特别的 彪小姐 这玉泥坊的红宝盒 是由天然的石胆 古法水妃法制成的 质地啊 相当的温和 听说啊 现在在城内 引起好多人的喜欢哪 彪小姐 这是小人 特地为您带回来的 以彪小人的一片心意 哎 对了 那边 小人 还准备了两份 是想献给夫人的 烦请 彪少爷 彪小姐 能够帮转交一下 我们平时也没有什么交情啊 你不是被杰帅 打发去看药田了吗 怎么有时间给我们 在这儿送礼来了 哎呀 彪小少爷 我一直都是很崇拜您的 我还想着 能伺候您呢 可是现在啊 眼看着 我这就要离开季府了 如果我今天再不来啊 真的不知道 还有什么时候能来 肯定没这机会了 所以啊 小人才 巴巴的自己找上门来的 你崇拜我 是啊 好 表少爷 我一直崇拜您您不知道吗 嗯 表少爷 您欲数凌峰 气宇宣昂 一看就是能成大气的人呢 再加上 您熟读诗书 精通经文 一看就是了不得的人 是吧表小姐 好了好了 我看 你是想让我们到说客 帮你回季府 嘿嘿 其实小人哪 一直 都是想伺候两位贵人的 哎呀 如果有一天 我真的要是能回到季府的话 我一定会干脑投体 万死不辞 好 记住你说的话啊 那 我就去 试试吧 在姨母面前 多替你美言两句 成或者不成 那就看你命吧 哎呦 谢谢表少爷 谢谢表小姐 嘿嘿嘿 那个啊 还有一件事 嗯 呃 呃 小人 有个徒弟 叫田七 其实 他也是个非常机灵的人 希望 表少爷 也能帮他美言两句 田七 田七 阿正 你今天怎么突然跑来找我 小七 既然已经出府了 就不妨考虑一下我之前的建议 就此离开此地 我呢 会给你和你师父令我出路 好 既然杰帅让我过来 那我就好好工作 说不定 你还想着回去 现在府内府外 对你不利的留言 越来越多 兄长既然已经赶你出来 就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 你又何必非要回到 那个是非之地不可呢 我回去还有事情要做 我必须得回去 你想做什么 我帮你做 说 还是说 你在祭府 又放不下的事 或者是人 我听说 你让盛安怀 带了个药枕回去给兄长 医者以治人为本 杰帅说梦魇困扰 我不能袖手旁观 是 如果是这样 那最好不过 小琪 兄长能成为位高权重的杰帅 这一路走来 他的心早已经被磨得坚硬 他不会 也不能 为任何人破例 这就是他的宿命 你女扮男装 混到太医署一室 只要疫情暴露 那后果不堪设想 你明白吗 我当然知道了 我就是一个卑微的小民 犯了这种大罪 怎么能奢求杰帅 对我网开一面呢 正如你所说 杰帅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中间的牺牲和付出 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所以 就算有朝一日 他要治罪于我 那也是我不敢 小琪 我从来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事 但如果将来有一天 你要做危险的事 我一定会阻止你 我不是为了姬父 我是为了你 阿正 你一直帮助我太多了 我不想你因为我 再为难 你非要跟我划分得那么清楚吗 我们 我们在自己的位置上 各自安好 不好吗 打招呼 搜尋 作曲 作曲 刘彦 编曳 作词 刘彦 作词 刘彦 作曲 刘彦 作曲 刘彦 作曲 刘彦 孤生自恋 欲言扬天 百花整眼 多套闲 不如绽放一瞬 就凋谢 这落花间与迷人烟 世外桃源都会眼前 总有人心尽此地 细数花瓣 一片又一片 这落花是守着梦园 城墙外再走从身毫不 将青年 其余生方之年 至于落败之时 花从不多言 这乱花间与迷人烟 是百桃源都会眼前 总有人心尽此地 细数花瓣 一片又一片 这落花是守着梦园 城墙外再走从身毫不 将青年 其余生方之年 至余落败之时 花从不多言 其余生方之年 其余生方之年 其余落败之时 其余落败之时 花从不多言 中文字幕——YK